老欢迎美瑞达回答一下凑把分的养完问题 第一个画手就说瑞香花瓣为什么没打开就黑了 这个就是温度达不到它长不开 好多个画手说 你别忘了画友咱那个瑞香在咱棚里边 就在咱棚里边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陆陆续续的开放完 你想想你在家里边这个温度能上去吗 还煽动的宝贝 我也煽动的 好吧 这个就是干燥还有一个温度也上不来 你营养也供不上 因为它自身生长就不适合 不是说缺肥的事 主要是空气四度跟温度的事 还有光照 老欢迎你好 我想问问我的薄雾 蓝莓还没开花 叶片怎么记 你这个现在有点水大 然后就是有点欧根 有点缺光 是不是之前天气很冷 像大家养花的时候 光照是守卫 如果说光照不行 控制不好光照 像养什么花都白下 你像我们绣球 中午像夏季高温的时候 我们还得遮阳 你说对吧 我像这个就是缺光 就没办法 有话说 你们大棚里面缺光会怎么办 你看到我们后面那个纸了吗 就这个它是会反光的这个纸 就是这种锡纸的那种 它会散光 所以说我们会给它加强一下光的 这话怎么样 这个你也可以借借一下 夏季花又说 在某院新买了个脆皮金鸟 带了一层土膜 喷了喷 叶尖也是黄的 这个给足光照 宝贝 给足光照 现在能做的就是给足光照 千万不要给它施肥了 先给足光照 让它去生长一段时间 然后叶子肯定会黄一部分 这个就是由于苗群 露出颠簸等等一系列的 或者抓紧不射 这个没事 这个东西的生命力很强大 叶子到时候它自己该黄的会黄 要长出来新一点就好办了 过一个月左右 它如果是缓过来了 该施肥的施肥 千万不要低于15度 低于15度 它长得就不快 可以增长性的喷喷水 你只要光照好的话 光照不好的话 你嘿嘿 啥刀刀 好吗 这个没事 这个没什么事 处于正常现象 老海你好 我拨种那育美日 长到多大呢一盆 第一次拨种 不知道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你是用那种育苗的那种布 养的 现在很多那种育苗机制 育苗球的那样 你像长出来 就可以种到盆里边 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你要再这样下去 它就有点 就倒来倒去 已经涂长了 已经是缺光涂长了 就有点晚了 只要是长出来 发了牙就可以种到盆里边 是吧 就可以去正常的养育 现在都有点晚了 下个错法处 看看还有救吗 没救了 救啥呀 你这个你还救的干啥呀 没啥意义呢 花友 你看 这个花友犯了几个错误 咱们第一 它用了一个很大的这种齿盆 是点心的一个不透气 所以像花友们一定要了解 就是没有空气的流通 不透气的话 是不长根长 好吧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就是像一样 什么桂花还是茶花 就要给足一些光照 然后呢 对于空气湿度要求要高一点 你现在我们棚里边那种 很潮湿的一个感觉 它就可以了 你像这个花友呢 要么就是什么呢 气温冷啊 要么就浇了水以后不灰发呀 要么就是 也看着去 哎 怎么说呢 嘿嘿 下回别这样了 不总结了 总结出来都是累 老花姨麻烦看看这个桂花 是不是闷筋了 要不要换筒 哎呀 这个现在你看 刚说完那个 那个花友 你这个花友又来了 你们这有啥区别 你可以多去看一看 你是有的话 老花姨我不会演话 你可以这样 没事的时候你去逛大坡 你不去逛大坡 你可以看一看 你从大坡里面买回来的所有的花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 用到的花盆都会是 下面有这个排水透气的孔比较多 然后用到的土呢 都是很松软很保水的 但是透气性都会很好 你发现了吗 而咱们的花友呢 哎 还是那句话 你把植物的根系 当成人的大脚丫子 这个就被儿明白了 你穿鞋穿袜子 你自己搭配的 来呗 有点悟性 其实养花很简单 有的话说难 有的话说隔行如隔山 十年难学生已经 几几年就学个庄家海 真简单 然后呢 这个有点焦焦的这个感觉呢 是缺钾 还是说碱性有点高 你可以日常的时候多接些雨水 像我们大坡里面都是用净化过的水 就是过滤过的那种 基本上是净化过的水 对吧 日常的时候再配一些个肥料 这个都慢慢来慢慢来 把花当成人一样 就简单了 没事的时候 多看看我的这个视频之类的 是吧 我每天早上四点半也有播 好吧 好了 我老花一 王秋山一 有什么杨花卫尼 视频下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